3 4 线线 佛朗民歌舞团用充满热情的舞蹈为活动揭开序幕 2017创意台中 今年9月在雾峰区光复新村举办 配合2018世界花博 今年策展主题以走进花园城市为概念 并邀请多位知名设计师 结合在地特色和花卉异象 创作四项大型的装置艺术创作 光复新村是台湾的第一座花园城市 今年刚好满60周年 所以结合空间跟整个创意 尤其是装置艺术跟我们在地的设计家 以及产业做了很好的结合 希望藉由设计概念的导入 来行销整个光复新村 我觉得说把设计时尚创意跟工艺导入 让它变成是一个示范的花园城市 让台中每一个地区其实是迎接花博的时候 在设计的能量 创作的能量 然后有很好的发挥 利用爱心型的花瓣形状 创造了火鹤的艺术装置 也为转角增添了青春洋溢的气息 或是使用镂空铁板的组合 呈现出黑猩猩金刚的趣味 小巷弄里到处都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也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欣赏 在这边带动起来之后 又结合创意台中 之后又有INGO 整个国际的非营利组织的交流培训 也会在这边 那我想在这边其实是一个人文汇聚 而且国际化 还有特别是我觉得整个是生活设计化 美学化这样的一个花园城市 相信它会再成为台湾另外一股新的潮流 重新呈现眷村特有的时空魅力 师傅表示 今年更首创花开在台中设计煤盒成果展 煤盒各方设计师和产业界 结合华卉异象 开发出各种文创商品 希望让民众透过园区探访 感受到全新的创意时尚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 结合 确 谢谢观看